例题是求过P点且与圆相切的直线方程式 那首先圆形坐标是00半径为1 色所求的切线斜律为M 且过P点-20的直线方程式 我们可以用Y-1等于M倍的X-P点的X坐标-2 那么X-2也就是X加2 将这个式子整理得到 而圆形00到切线的距离 我们用D来表示 距离D会等于半径R 因此 00到直线的距离 X前面的系数M的平方 加上Y前面的系数-1的平方 开根号 分支 将圆形00带入直线方程式 X用0带入Y用0带入得到 M乘以0-0 加2M加1的绝对值 就等于半径1 接着将这个式子展开整理得到 2M加1的绝对值 等于 M平方加1开根号 接着利用仰边平方可以将绝对值与根号消掉得到 2M的平方叫做4M平方 加养倍的 2乘以2M加1 也就是4M 再加1的平方 就等于M平方加1 一项整理得到3M平方 加4M等于0 就可以将M求得为0或-4分之4 那M求出来之后呢 带入切线方程式 就可以将切线求得 第一个 当M等于0的时候 带入第4M用0带入 所以 负Y 加1 就等于0 也就是Y等于1 好 第二个 加M等于负3分之4带入 得到 M用负3分之4带入 所以负3分之4 X 减掉Y 再加养倍的负3分之4 加1 要等于0 将这个式子整理 就可以得到 4X 加3Y 加5 等于0 因此 过P点 且与原相近的直线方程式 有两个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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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